在国庆假期的前一天 唐女士和丈夫任先生来到了金牌条件 他们为了解决一个重大的分歧而来 乖亲戚了 我们都四年没回过家了 你跟我一起回去看啊 父母可以吧 我是不会回去 四年未见父母 唐女士想回乡探望 可丈夫却敌死不从 这份坚决触怒了唐女士 我只是想在他们有生之年 能够多见他们几年有错嘛 你回去可以啊 但是我不让你啊 就是最起码我们那个夫妻关系存在的期间 你作为唐女士你不应该去看看他们吗 我跟你说 哪怕这段婚姻不要 我都感觉懂 已经触碰了我的底下 宁可离婚也不相见 足见任先生对岳父母的怨恨之深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作为上门女婿啊 你还要那怎么着呢 八十几岁个老人给你下跪啊 求着你回去啊 看到父母肯定是做不到的 我可以去死 我都不愿意去见他 作为上门女婿 却拒绝再上岳父母家的门 任先生的决绝背后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伤痛 他就刺激我 你有钱会这样吗 我放不下 这不是自私吗 不责任的人吗 我老丈人叫我滚 我长死就要不死在那里 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我父母的问题好不好 任先生心结难解 唐女士痛苦万分 在回不回相见父母的问题上 夫妻俩谁也不肯退让 战火一触即发 整个家庭濒临崩溃 金牌调解团队又会如何破解难题 我们能不能不对老人的一些过错 直直不忘 痛不在你身上 你当然可以很轻飘飘说一句这样的话 莫吃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任先生这个委屈 真是是委屈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 拒绝上门的上门女婿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唐女士和任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先说说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今天的诉求 就是希望在我父母有生之年 我老公能跟我一起回去 看看我的父母 我看你说到这个事这么伤心 对 有多久没回去看父母了 我老公已经有 整整的四年 我父亲八十五岁了 我母亲也有七十多八年 这个事今天必须解决了 对 那如果说这个事情不能得到解决呢 也许我们这段婚姻也就到此结束了吧 他父亲做事情做得真的很绝很绝 这辈子都不想见他了 他对我伤害真的很大 说世界话 我们两个人是没有什么 就是他父亲 我就是这一辈子不想见他 这个事情我不能让步 他怎么看他拿钱 这些我都没 没有说半句 我不会干涉 唐女士可以回去看父母 但是你不会去 这是你的底线 对 再不看父母 婚姻没戏 可面对妻子的最后通牒 任先生却不以为意 他反复强调 岳父母对自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 任先生和岳父母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这一切还得从任先生 一个特殊的身份说起 我就说 那我不去你家了 我就一直待在我们唐家 好吧 他就说 那你在哪儿 我就在哪儿了 过生成上门女婿这样的了 唐女士是家中三姐妹的老大 任先生家里有三个兄弟 为了关照妻子 任先生成为了唐家的上门女婿 可那时的他绝不会想到 唐家的上门女婿并不好当 我说话没地位 我尽量不说话 我在家里那个这一天 用那个冷水洗澡这一天 用一点那个香皂 他父亲都说我 还有什么香皂呢 我前面站着用一点香皂 都这么贵吗 当然是因为说 你用了香皂浪费了钱吗 好像就是那个意思 没说浪费钱 我父亲的意思就是 你这不能闻不能舞的 你还讲究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 用一点香皂浪费 他还至于 他就刺激我 点击我嘛 我爸我妈从来没有这种心事 就有那个意思 因为他拿了点 就是在那钱上 根本就没出去挣钱 那时候他抽香烟 一天都要抽两包 香烟钱都是我爸给的 我儿子生病住院 我们没钱 我爸借的 我跟我妈两个在医院 就吃一碗西饭 你有钱会这样吗 他家父亲满横不降丽 对我就没怎么看得上眼 别人送一包好样 我爸都给你留着 还是没看上眼过 虽然是说 有时候我爸是有点偏激 这不否认 但是我爸好的时候呢 我爸替我们 两个小孩切了多少 儿子女儿我们从小没带过 一把四一把尿 都是我爸妈在付出 你给过钱吗 两个小孩都跟着他姓 我也没说什么 在我们那里 都是没有的这种 是你默认的 是你同意了还是怎么样 这些都是他父母弄的呀 孩子生下来就跟你说好了 孩子跟他们 没有 取名字 我老公的姓在前面 我的姓在后面 上妇口的时候 我们不在家了 然后我父亲就抱上去 那人家就直接就没写 他前面那个姓了 跟我老公有不姓 就改成了你的姓嘛 对吧 对对对 任先生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知道孩子 不是跟你姓的 后来他们说的呀 他父母叫 你才发现了不对 然后你问了吗 我也没说什么 我想想 只要一家人活 我们就好了 第一个我没有 但是第二个 我有一点在意了 第二个你怎么发现 第二个又不跟你姓的呢 读书的时候报名 他跟我说 他故意说的 我女儿自己去把名字改了 我心里有一点 总会有一点不舒服的 不舒服你就要说出来呀 所以越记越 所以你自己把它记住了呀 所以任先生为什么不说呢 不舒服 他就说了 你不说我怎么来猜 你不说他怎么知道呢 我就是想家里太平一点 你想太平 为什么现在还纠结呢 问题是 你想他这你就不要就这样 唐女士愤懑不已 在她看来 自己和丈夫常年在外打工 和父母相处的日子并不多 另一方面 父母出钱出力 各方面扶持他们 还帮他们带大了两个孩子 可丈夫对此不谈感恩 反倒是怨声再道 这让他怎么都想不通 而任先生呢 他原本期望靠隐忍 换取家庭和睦 可为何到现在 他会口口声声地说 誓死不见岳父母呢 其实这其中 关键的转折点 就在2017年的腊月28 夫妻俩返乡过年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次回去 任先生竟遭遇了 人生中无法忘却的 奇耻大主 2017年吧 我女儿交了一个男朋友 那我们肯定回去看一下 去他家里 跟他父母见一下 我跟我老公去 没跟我们倒一杯水喝 很冷落 有一点可能是 瞧不上我们 我当天晚上要走 我就不在那里了 当我们回去 我女儿就带上那男孩子 直接搬我们家里去了 我们老家的规矩就是 如果没得到女方家长的同意 是不领到家里的 去了肯定了 我们也是不冷不热的 是不是 那天晚上就回来过后 我们酒就拿出来喝嘛 感觉我们冷淡了 那个男孩子 我女儿一会儿就出来了 装一碗菜 蹦 他就扔在我跟前 我说你要干嘛 他就说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我就发火了 我马上就起来了 我脑上的 那就一巴掌就拍照 他叫我滚 我爸爸可能看着他对我女儿 凶了 他骂我女儿贱 怎么怎么的 我爸肯定生气了 那两个小孩我爸我妈 那是拼了命的父子 他能不心疼嘛 你包括你养过嘛 你给他们拿13 洗过一件嘛 头头脑子是你在身边嘛 都是我爸我妈的路 你自己小孩没教育 是你的责任 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我父母的问题 好吧 他父亲知道我没钱 我们刚刚买房子 他在他父亲那里拿了4000块钱 他父亲就今天晚上 你不把4000块钱还给我 你就不能走 他姐姐就给我拿了4000块钱 我就拿给他父亲 他父亲就钱拿过来 你看到我一张一张地跟你数就这样 我钱不对 你还不行还不能走 当时我还想 如果这个钱我还不出来 我当时就要碰死在那里 我心里难过呀 他父亲那样对我 看他那个数钱那个样子 真的我那个心比拿刀子捅我还难过 这个事情我是没法让步 19年他姐姐儿子要结婚 总是要叫我去看他 说舅舅的是不是要回家吃喜酒 我就说那么几年了 回去了吗 还是去看一下父母 我们两家里那么近 回去了不去看父母 那父母可能也是一辈子的笑话 别人也会笑话 他们抬不起头 我不去死也不去 我这也随口就说 你别总把死挂在嘴边是吧 要死谁也拦不住 立马我们住14楼 他就到走廊开窗 要往下敲 他就要让我去看他父亲 回去死我都不愿意去见他 就这么坚决 我把他拉住了 就把他弄到房间里圈了 哥 嫂 姐姐姐夫 没有一个人能够圈的动态 就不揪着那四伯放 最后的结果就是没回去 宁可连这个婚礼也不参加 对 他儿姐家儿子结婚也没回去 大姐家儿子结婚也没回去 就是为了回避要回去看到你父母 对 我没发生不养 我真不想看到他父亲 所以其实他不仅最后是 没有见你的父母 连他自己的亲戚他也不见了 不见你电话都没打过 看到父母肯定是做不到的 任先生为了不看他父母 你自己的亲戚不见了 连婚姻都可以不要了 没办法 他对我伤害太大 拿刀子捅我还厉害 他什么都可以不要 这不是自私吗 不负责任的人吗 只为了自己 不是我的父母 连自己的父母也可以不要 兄弟姊妹也可以不要 何况我一个外人 他用我们在二三四年的感情说 我跟你没有感情呢 甚至连大伙夫妻都不想过了 你这四年你们没回去 跟父母还有联系吗 我会经常打电话 打电话你父亲会问到他吗 我每次都问他 我父亲我妈都说 我们老人已经放下了 他还有那么大的气息 就放不下吗 就这样说的 你们随时回来 我们门还是开着的 其实已经扶转 你还要那怎么着呢 八十几岁个老人给你下跪啊 求着你回去啊 他们还有多少年好活 你一辈子待着在约翰过下去吗 我是没办法 宁可这个婚姻不要 宁可离婚宁可去死 也不想面对岳父母 任先生的决绝 刺痛了唐女士脆弱的神经 她争辩着控诉着 质责着 情绪一点点被激发 可任凭妻子如何失态 任先生就是一根筋到底 不松口 不原谅 不回去 调解陷入僵局 主持人张燕想到 也许有一方的态度 会是破局的关键 她决定现场连线 唐女士的父母 好的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阿姨你好 我们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的 好多年没看见她了对吧 有时我三十年来 三四年没见了 想她不想啊 哪个不想高人生的 那你想那个女婿吗 女婿哪个不想 她的气质太大了 我没有认她 也没有打她 也没有服她 也没有骂她 没有问过她 还挣了好多钱 没有挣钱 我没有服务 我想问一下你阿姨 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 老头把她给赶出来了 有这么回事吗 你没有赶她 她的男孩说几句话 你贵 那个老来的人 就是你们也还要有玩儿困吗 就是这个滚子 让这个女婿到现在心里头 她都不舒服 五年都不到回 我就给家了 我九一五年又没问了 又没在哪个了 刚刚说话的是您家老头 算了 不说了 没儿子的人就这样 她也没几万了 现在呢就是你女儿为这个事呢 也特别难过 你女婿呢 她也特别难过 你觉得这件事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呀 这是她两个的事情嘛 我那个老陈 现在喝了八十五了 要不然我跟她跟本性的话 吵醉的话 你敢滚 她再喊我滚的嘛 我听明白了 老头就那个脾气 没有给她等着呢 好 听明白了 行 谢谢您阿姨 再见 听得出来 这个丈母娘呢 还是希望你能够 把这个事放下 别当真 当真的日子就过不成 我没办法 真的在这个时候 我真没法沟通 太难过了 念不了一点好吗 唐女士的好 她这个爸爸妈妈 为你们一双儿女的付出 不是 不是不念她好 我也知道她辛苦 但是这个事情 对我伤害真的很大 没办法 不是我自私 因为她伤害我太大了 我就觉得这是自私 我坚持了四年 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 坚持的力量 还有没有坚持下去的 必要 唐女士 其实你可以自己 回去看父母 她不去让她 不是可以 对呀 不可能带着这心急 一辈子那个 然后也不是说偏袒 父母总是想着 见一面就少一面的 这种心态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心态越来越强烈 也没说要你有多 她孝顺她 只是你回家的时候 顺便 顺到看一眼 有那么严重吗 唐女士坚定地认为 丈夫不去看父母 就是自私和逃避的表现 可任先生也很坦诚 眼下的他心结未解 自己是绝不可能 返乡见岳父母的 夫妻俩的态度 从始至终都十分鲜明和对立 并且谁也不肯退让 那么调解团队会如何看待他们的分歧呢 人一生最难做到的两个字就是放下 任先生也遇到了这两个最难的字 自己的老岳父为了互犊子 为了你的女儿向你发火 严重地羞辱到了 任先生 你觉得当时颜面尽尸 死的心都有了 所以 任凭任何人来劝阻 都不能打动你的心 因为你觉得 老岳父他的年龄比我大 他应该人情事故比我懂啊 他为什么要这样骂我 让我在人前 彻底地抬不起头来 那 我就要彻底地抬一回头 我就不认你 其实 你这个想法就恰恰 使自己又陷入到了 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 2017年到现在已经四年过去了 可是任先生还是不能放下 一直在那个字里边挣扎 在那个字里边煎熬 既惩罚他人 但是也惩罚你自己 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活法 能不能让大家看到 任先生是一个很大度的人 能够看破人生 能够不对老人的一些过错 在那里 直指不忘 观察员王志川 力劝任先生放下怨恨 选择原谅 可这一点 任先生显然无法接受 我就感觉我 如果我这次让他了 他还有过分的 还在后面 他们做人就是没底线的 不仅如此 观察员徐晨刚 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我不同意刚刚观察员的观点 这个世界上有一句话 叫 莫吃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你不是当事人 你没有去切身感受到 那种难受的时候 这个时候简单地 跟一个人说大度 我认为没有意义 因为从道理上来说 他不懂这个道理吗 我们应该让着老人 我们不应该跟老人计较 老人都这么大年纪了 能够见一面 扫一面 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我相信他是懂的 他放不下的根源在哪里 我认为你的丈夫 他是心理上的这个创伤 需要去修复 他是心理上出现了问题 而不是道德上品质上有问题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一点 我们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 是怎么去安抚 或者说抚平他内心的这个创伤 他每每想到那个画面 就像被刀子捅一样的那种痛 不是种在你们身上 我觉得老人刚刚说那句话 我们都不计较了 你还去计较什么 话虽然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痛的人不是你 那我们这样 如果简单地这样去说 你就大度一点吧 那是有点 我认为是有点赞的说话 不要疼 我试问一下你 我现在一刀割在你身上 你的伤口在淌血 我要跟你说一句 你不要想这个伤口嘛 你就当这个伤口不存在嘛 试问 我这样跟你说的时候 你那个伤口就不淌血了吗 你就不痛了吗 痛不在你身上 你当然可以很轻飘飘 说一句这样的话 其实你的丈夫内心 长期以来 是有很严重的自卑情节的 这点你们一定要看到 他这个自卑可能从和你结婚那一天起就开始了 而极度自卑的人往往会呈现出极度强烈的自尊心 比如说你们到南方那边去 会觉得南方稍微有点怠慢 你们就是他气得就要 当时就要走 到了老家 到了自己的地盘上 我还要被我的长辈 在我的晚辈面前 这样责骂 被赶走 试问 换谁心里能过去啊 所以这些问题 我认为更多的是你们要去解决他的心理创伤的问题 去抚平他心理创伤的问题 而不是简单的去给他讲道理的问题 否则是没有用的 到底 我们的人先生要不要回到这个家里去见岳父这个问题 我谈我个人的观点 紧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我认为 现在这个时机明显不对 强扭的瓜不甜 明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还要去扭他 那扭完了之后会怎么样呢 唐女士你想过没有 真正的他回去了 就一定是你想象的 你好我好大家好 一家人团圆的局面吗 未必 还是那句话 你敢赌吗 你敢赌比现在更好吗 未必吧 很有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 会变得更糟糕 你想尽孝 他不拦你 他说我老婆要去就去 随他的便都可以 只要不让我去 可是 你去尽孝 最终还要拖上他 叫什么 叫撑门面 你敢赌到底是撑门面 还是让彼此的面子 碎得更彻底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 唐女士 你去就好了 她不反对 她也没有给你脸色看 我相信她也心甘情愿地说 我不能 我不喜欢 但是我不能拉着我老婆 一样跟他们家人断绝往来 你去就好了 其实我挺不能理解的 你把他拽过去 到底是给你爸添堵呢 还是给这个家庭 带来所谓的幸福和祥和呢 但是以他今天 任先生在现场非常明确的态度 我个人认为 幸福和祥和是不太可能的 现在 强迫他融入到你们家里去 一定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你们的问题主要是哪一方面呢 是关系问题 就家庭关系处理不好 我们来看看解决的途径 首先关系的问题 是来自于一个人类心里面的认知 所谓的父词子孝 长辈的先词 后面子女才会有效 如果这个词 他感觉不到 或者他觉得更多的是 否定是一种压力呢 那他怎么可以做到这份笑 去容忍这个 他的这份伤害呢 所以他说 我回不去 我做不到 我心里原谅不了 就在于这里 第二点 你要锁定的 依然是你自己 你别把身边的人 倒腾得不舒服 你看看你觉得自己不舒服 你的先生觉得自己自在 你先生说我放不下 我就不看他们眼不见为敬 那么就最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你把自己解决了 你自己就安好了 是吧 有很多时候所有的不安 都来自于其中有一个人 总觉得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秩序 任先生这个委屈 真是是委屈 你的岳父对你的这种 侮辱性的言行存在 但是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他的动机其实首先是维护孙女 其次是按他自己的性格乱来 于是说他是多么对你有蓄意 不如说他对谁 他都是这么粗糙 他是一个高速旋转的齿轮 他会划伤很多人 为什么你的妻子能原谅他吗 因为他在站在女儿的定位 就是爱和包容 女儿当然可以做到对父亲无条件 女婿我们不能这样要求 因为你也渴望被别人善意对等 而且你作为最近的外人 你真的是蒙受了他很多性格上的压力 但是问题是你并没有找到一种爱 你也没有这种爱提升你的境界 去包容这个齿轮 你做不到 所以你就会变成躲在一边 生闷气的 确实也受伤的普通人等 所以比如说这四年 你没去看他能不能理解 我认为可以理解 这是八年 任先生可以思考一下 好女士这边 我觉得你忽略了一个问题 你爸真的很想看他吗 还是只是你想拖他回去陪衬 其实我爸妈真的很想他 你的任务其实是叫铺台阶 而不是强心地转 就像一个孩子 他不敢上舞台 也许他仅仅是怕舞台太高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台阶 而不是告诉他 这个舞台有多重要 台阶 双边都要有台阶 我们到密室再商量一下 好吧 胡建云和调解团队指出 四年前的那场冲突 给任先生心里留下了创伤 他需要时间面对和走出去 唐女士应该寻找机会 劝和双方 不宜操职过急 而朝着这个方向 调解金融密室环节 观察员李小云和唐女士 走进了密室 他还是这样说的 我们这婚姻都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那你不要 但是我现在纠结了呀 这话也伤我呀 他带给我的那些冷暴地 我怎么 我也很难受 过不下去就没有必要 再这样子互相折磨 我现在不逼他 我也不接受这种婚姻状态 进入密室后 唐女士的状态 是有些出乎大家预料的 此时的他就像一只敏感的刺猬 一直在表达对丈夫的失望和不满 观察员李小云不住地劝解着 他的劝解能起到作用吗 密室的另一边 任先生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说实际上我出了几年 晚上有时候我也睡不着 整一整一的 我也难过 那就意味着 其实你不去看 你还在折磨自己 是不是呀 你去看他 不是为了去看这个老人 是为了解决你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个坎 让你迈过去 以后不会老是晚上睡不着 不会老想这件事 你愿意为自己去做这件事吗 我这个面子也很重 面子是想 能不能让你的老婆做一个桥梁 去让他们态度对你好一点 他这个人强势地要命 我跟他有个场 他也是小干部 我在他下面嘛 说话很重 对不对 你需要一个尊重的状态 对不对 应该是 嗯 如果他能够对你更尊重 然后能够调节家里的人 对你能够尊重 其实你这个事就可以翻篇 对不对 苏丹老师建议任先生 首先要做的是找到合适的方法 化解自己内心的纠结与委屈 他的疏导让任先生十分受益 接下来两边观察员交换了位置 他所提到的就是 这么多年他在家庭里 可能因为你觉得他强势 再加上孕妇这个事情 所以你可能在家里的时候 就会表现出那种冷暴力 就是有的时候对他不冷不热的那种状态 你可不可以不要用冷暴力的方式去面对你们的婚姻 他会很难受 这些办法都不易于去解决问题 明不明白 你们俩是上次要紧关系吧 在工厂里面对吧 所以他有压力 他现在就表示出了 我就是要抬头一次 那这种好像我父母的事情 我就亏欠他了 他就觉得我就应该向他低头了 他压了很多年 压了很多年 他特别敏感 但我就不买他这种账 就算在婚姻不程序了 我也觉得我为他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不要赌气 你们两个 不是赌气 对 好几年睡时 就像他说的睡不着 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 唐女士接受不了丈夫对自己的评价 原本是抱着劝解丈夫回家 见父母的目的而来 可眼下的她反而成了最纠结的那一个 见此情形 调解员胡建云进入了密室 你的诉求是啥吗 我忘了 你们家当前有很多矛盾 我们要抓主要矛盾 如果他去看望你爸妈 其实你肯定会给他加分 你给他加分 无形当中 你们之前的所谓的矛盾 其实也在缓和 这就叫抓到主要矛盾 他就会解决次要矛盾 不要事事用力 事事用力 那也就是全局都费你 最后全部崩溃 你要我你不需要 胡建云和风细雨般的劝解 成功地安抚了唐女士焦躁的心 她的抵触姿态也逐渐化于无形 至此密室调解宣告结束 那么回到厂商的唐女士 能不能放下顾虑 任先生会不会回去看望岳父母 他们的婚姻最终将何去何从呢 调解马上回来 我们从密室出来 继续回到调解现场 来看看此时此刻 我们大伙当事人 有点什么想说的 说实际上话 她家的中间 她父母那里 我这里 她也难受 我可以做出让步 心态稍微调整好一点 回去看她 你为什么愿意做出让步 我就感觉夫妻感情是有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的态度也很明确 她也知道 一直以来 我都希望这个家能和睦睦睦地过下去 她在我心目当中确实也在了很大地方 她的缺席就相当于这个家的不完整 你们俩是注定的坚强的同盟 对不起 没事 您好好的就好 其实我脾气不好 但是最好哄的 你哄也就好了呀 这样我也难过的呀 最受不了的就是你不理我 我小时一定不会跟你乱咋 有啥说事 因为又是说事 然后回去回家国 调解的最后 任先生选择了放下心中的仇恨 和自己达成和解 过去四年 他满怀着对岳父的怨恨 化地为牢 让自己和家人都深陷其中 痛苦不已 而唐女士也一直在用错误的劝和方式 给他们的婚姻套上了层层枷锁 索性 经过今天的调解 他们都明白了 其实化解仇恨最好的方式 永远是 心里有你 心中有爱 感谢观看 变得更多工资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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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